這間的燒肉店真的可以吃到人格分裂 一方面可以吃最豪的日本和牛的不同部位 另一方面又可以便宜到20多元 整盤肉吃到你不吃為止 那究竟這間店搞什麼鬼的 聽完音樂之後一起看一下這一集的 風劍有人燒肉店 這一間的風劍有人燒肉店 就是位於尖沙咀金馬倫道這一棟商業大廈的三樓 在這一座東西搭升降機上三樓之後轉左 一出去就會看到這個叫京安燒肉商店的牌 這一個才是這一間燒肉店的真名 你打電話來訂位的時候 千萬不要說這裡是不是 風劍有人燒肉店 到時聽電話那個真的以為你精神分裂 大家要看到這一段片 這次真的要多謝京安燒肉商店的邀請 也要多謝馬家貓肯接受邀請 馬家貓自己多謝自己? 這次真的精神分裂了 進來這間餐廳給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 究竟這裡是不是一間燒肉商店 不知道是不是我一開門就去到的緣故 進去的時候都不會充斥著很大陣的油煙味 我和神聖馬家貓就在其中一個星期日的中午 來到這一間餐廳 星期一至日的午市時段 其實全單在做七折 叫什麼都好 全部都是照價載七折 既然這裡說到是封劍遊人 我們看看這裡可以有幾封 最封的就有這個推介的和牛九宮格盛盛盒 你看到裡面會有九款和牛 款款都是和牛不同的部位 會有些和牛西冷和牛頸隻 說兩個算了 你以為我會讀出來嗎? 另外還有一個沒有那麼封的 但都有九種牛在裡面的九宮格的燒牛盛盒盒 如果你吃完和牛拼盤之後 你還有誰特別喜歡吃的話 這裡其實也可以被你散叫 這一集說明是封劍遊人 當然要繼續封封他 我和神聖馬家貓就再叫了這個和牛和上頭的壽喜燒 這個說明直前隻燒 就是有個人在你面前燒牛給你吃 這間餐廳就用QR Code scan下單 當你 scan完QR Code下單之後 很快這個和牛拼盤就放在你桌上 份量方面整個和牛拼盤總共有九款牛 而每款牛起碼都會有最少兩件 每一塊牛切出來的時候都有差不多的厚度 牛入口的時候就更加有口感 你看看這些就是白鋁透紅紅鋁透白 每一件的油花就是脂肪分布都很平均 那究竟哪一塊肉是哪一個部份呢 那馬家貓今天就不在這裏和大家說 反正我們又不在這裏和大家說 其實細細聲和大家說 不說的原因是根本馬家貓都不懂 不懂的東西我就不會裝懂 這裏的每一塊和牛 其實上台的時候已經做好解凍的程序 每一塊牛夾上去的時候都是肉的質感 而不會是一件冰 馬家貓曾經試過在其他的燒肉店 吃這些牛肉燒肉的時候 夾了一塊冰上來 紅豆冰、菠蘿冰就有 牛肉冰都竟然有 那怎麼燒啊 餐廳就會勿盡其用 會切一塊牛的脂肪給你 給你拿著這塊脂肪 好像洗碗的海綿一樣在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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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便開鑊 去完鑊不要等了 快快去放些和牛下去燒先 燒和牛最好玩的地方 是因為它的脂肪多 燒的時候整個爐好像火足一樣 當你在火牆裡面挽救這兩塊和牛出來之後 你就會見到它的油花被逼出來 吃這個和牛都有個步驟 你就是要用筷子夾起它 之後放進口裡 再合上口之後慢慢咀嚼 咀嚼完之後 整個口充滿的 就是和牛的那種牛香味 吃這一種充滿油花的和牛 你都預料到一樣東西 入口的時候肉質一定是軟熟很嫩滑的 至於能不能夠做到入口即溶的那種口感呢 就好視乎你燒成怎樣 難道你燒到人家整個炭一樣 都還可以做到入口即溶的那種口感嗎 吃這個和牛拼盤其實不是那麼單調的 只是吃它的油香味和肉質嫩滑 但是呢 螢幕現在見到的這一塊 就是整個拼盤裡面 牛味最濃郁的那一件 吃進去也是最有咬口的 吃和牛真是很容易眼大肚炸的 我和知識麥加貓吃完的拼盤 其實都已經飽了八成 剩下兩成肚 我們就吃了這個和牛和尚頭的壽喜燒 還有一陣間還有一堆很便宜很便宜的那些食物 你一份和牛和尚頭說明是直前直燒 所以你會見到那個侍應會拿著一把火槍 在那裡燒一下燒一下 將這一塊和牛由生牛燒成熟牛 你看看看這麼有趣的 原來那些牛熟了之後會縮一堆 大家都可能很少聽或者很少吃這個和牛和尚頭的部位 其實這個部位就等於和牛的大腿內側 即是比喇 你想到幻想到這個部位都知道它是多麼滑溜 當燒熟了這個牛比喇之後為了令它更加滑溜 你會見到還會將這些蛋黃和豉油混合的醬汁 和已經煮熟的那塊牛比喇融為一體 這樣吃下去一定是更加滋味 一份和尚頭就會有兩大碟這些牛比喇 當盼條完成之後就會將這個牛比喇 用最日本地道風味吃燒肉的食法 就是和一碗珍珠米一起吃 看來這裡風的食物都看得七七八八 我們再看看劍的食物究竟有些什麼 看看餐牌之後 這裡搖身一變變成一間平民的燒肉店 餐牌裡面就會見到有些特大的牛舌 糊心肉那些都是六十多七十一碟 乘五屎有個七折的話 大概除了真的等於四十多元 吃了那麼多的燒肉 大家都可能吃到滋滋地 不如我們再看看沙律究竟多少錢 四十多元五十多元 乘七折不是三十多元都有交易 吃了那麼多牛 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生物 這裡看來有個叫做雞肉山 名字真誇張 三十八元乘七折之後 就是二十多元 要便宜到核爆的話 見到雞丸骨折了之後 幾元就有交易 似乎這一間的 風劍有人燒肉店 果然是名不虛傳 在這裡吃東西 你真的不用怕不飽 你看看你看看 一個飯糰說的是十多元 還可以拿去燒 這個就是我們叫的柚子味雞肉山 份量方面真的有兩個拳頭那麼大 全部都是一些雞腿肉 本來我吃到這一刻都已經有九成飽 但我吃完這個雞腿山之後 又變了十三成飽 這裏劍的食物雖然價錢是極便宜 但份量方面絕對不少 還有一個特大薄切的牛屍也是很誇張 鋪到整個碟都是 我現場去到十三成飽 我吃不下 我免得又叫多一碟回來 純粹拍片 我決定上網找給大家看 究竟這一碟牛屍有幾大碟 就好像現在這個樣子 你說是不是真的嚇死人 說的 都是四十幾元 說的這碟折了之後 你見我又叫燒菠蘿 真是好喜歡吃燒菠蘿 這串東西幾元 之後我就拆開雞肉山 把雞肉放在爐裡燒 你見到它真的可以鋪滿整個火爐 燒完之後 你見我又好好心機 我又砌一個熟了的雞肉山出來 每一塊雞肉都是雞腿 吃到口的時候都幾滑 假如你兩個人來吃 吃完這個雞肉山 都已經飽了三成了 最後最後 這個真是今餐最後的食物 究竟我在做什麼呢 燒菠蘿 為什麼要把它滾來滾去呢 這個就是馬家貓自創的 馬家貓燒菠蘿法 將它在爐上一邊燒一邊轉 舔回剛才的和牛味 這個菠蘿 你都不是說不知味 這個菠蘿 野食方面 真的做到封劍遊人 但野飲方面 會不會很貴 一齊看看 不如 吃燒肉當然不能少喝兩杯 所以這裡都有不同的酒精飲品 當然不喝酒的你 這裡還有很多選擇 一杯梳打你見到都是說二十多元 連外面買得不便宜的千層蛋糕 說這裡未截之前都是二十多元 這間的封劍遊人燒肉店 即是京安燒肉商店 老闆快殺了 其實真的可以做到封劍遊人的效果 你想吃好東西 這裡的確有不同部位的和牛 給你慢慢吃 你想普普通通吃一頓燒肉 這裡又夠經濟實惠 還有啊還有啊 在Open Mind上面 這一間餐廳 竟然連一個哭都沒有 不過 你看完真的想來吃這個 午市的七折優惠的話 記得先打電話來問清楚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會做到什麼時候 今天段片就來到這裡 記得留言 看別人的留言 和Like這條片 我們下條片要再見的 拜拜